陈东创作的遮天 后期制作小白菜 第1124集 东荒两大远古杀手神朝 近来所接的杀人买卖明显少了很多 人们猜测他们在调遣人马 要对叶凡出手了 世人惊悚 两大古巢折服十几万年 而今敢重现世间 无惧各教围剿 足以说明了问题 想到那些可怕的传说 诸王头骨砌成的古殿 圣人之皮铺成的地毯 这些让人无比的毛骨悚然 两大神朝最强的神子或神女 都是为专杀诸王而诞生的 是当今天下最神秘的年轻强者 人们知晓 他们很想收藏圣体的头骨 也许将会撞出最可怕的火花 因为很多人都相信 他们有杀尽诸王的实力 东荒 南狱 鸡甲 鸡子月名利动人 绣发轻武 修长身躯轻颖 整个人空明而惠灵 这么多年来 他脸上只有笑识 才显露的小酒窝 却少有呈现 整个人如广寒天女一样 超尘脱俗 不染尘气 此时 他手中的玉杯掉在了地上 他却没有顾忌 吃惊地看着姬皓月 真的 小叶子回来了 是的 他在彼岸 我们在星空的这一段 相隔无尽遥远 他 他又回来了 姬子月喃喃着 而后开心地笑了起来 脸上样出一对 可爱而俏皮的小酒窝 此时 他虽然极力掩饰 但眼中却分明有一丝水雾 姬家一个鼓动中 一块巨大的寒冰内 一个浑身血痕 被乌光侵蚀伤口的男子 封在当中 此时 他传出了神念波动 小叶子 回来了 好 好好 杀尽朱迪 替我们报仇 没有想到 我还能见到他一面 黑水哥 你好好养伤 一定能活下来的 告诉小叶子 杀了李小曼 杀了远古 不然有的兄弟死不瞑目 李黑水激动地叫着喊着 北渊王家 一个高大魁梅的青年男子 黑发如朴 眼神灵力 立身在一辆金色的古战车上 在其周围 真龙与神皇合名 白虎与玄武耀天 他如中央天地一样 立身在黄金古战车上 黄金圣光淹没了天地 九条真龙 九只神皇 九头白虎 九个玄武一起在河道 发出轰鸣 震动天地 王腾一声大吼 他闭关之地的所有山脉 全部崩塌 吐石 如海啸一片 卷起万丈高 积散了天穷上的云朵 北渊 一座亘古长存的黑色大山 像是一堵摸玉之墙 横断三千界 微然耸立 在其上面 有一尊身影 背负双手独自站立 遥往南陵 人族的圣体 有点意思 值得一杀 更多的地方 更多的人 都在遥望南陵 深山中 圆体虎啸 翼手横行 各种猛禽盘旋 有的如苍龙 却生有羽翼 有的像神皇 却长有翅林 一幅史前景象 这就是蛮族部落的居地 引在南陵 一片大脉深处 他们所面对的各种生物 都极其可怕与强大 也正是因此 锻炼出了他们 举足皆能出战的体魄 真香啊 历天吸动鼻子 火堆上架着一只捧鸟 褪去黄金羽毛 依然长达二十几米 乃是东方蛮打来的 此时 被分割成了数百份 许多幼儿与老人都凑在一起 围坐在不同的火堆前享用捧肉 金色的神语流动光滑 有一种可怕的力量 证明此鸟生前何其强大 但是此时却成为了盘中餐 油滴落下来 吊在火堆上 发出齿拉齿拉的声响 喷香的烤肉格外的诱人 抹上盐巴等各种调料后 金黄油亮 香气更浓了 有满足的老人 拍开了几滩老酒 蓬肉味混着酒香 馋得人口水都快烫落出来了 叶凡与一些蛮族老人 坐在一起 相商出兵北援的大事 双方谈得甚欢 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 偶尔有蛮族老人喝到高兴时 一手撕烤架上的肉 一手挥动大棒子 嚷嚷着 要将王家没睁眼的小耗子 都给踩死 将那群王八糕子的卵黄 都给打没了 我说 兄弟你 这就是吃着这些野味儿 长大的 真是赛过神仙呢 历天撕下一大块 金黄油亮的棚肉 灌了一大口老酒 美得差点飘起来 这种棚肉 也不是常吃 你也不想想 它有多么不好打 虽是一只 不走划行之路的疫情 但却也堪与大能并论了 一般很少惹 东方蛮说道 历天的擦着嘴巴 这种棚肉可真是妙味儿啊 我恨不得赖在你们部落 不走了 远处 古村中的武叔祖 与部落中一群老头子 争着在拼老酒 闻言笑道 门儿小时候 就开始惦记棚肉 五岁时 去攀山崖 掏棚鸟蛋 差点被一只成年大棚 给堵在窝里 幸好我们几个在后面跟着他 真是幸福的童年啊 有时就掏棚鸟窝 那可真不是一般的体验 历天羡慕 觉得太生猛了 我哥喜欢抓蛟龙 以前我们那里有很多深潭 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那里学没 等他十几岁后 长下水潭擒娇 这都什么人呐 掏棚鸟窝去深潭抓野龙 我怎么感觉跟捉麻雀捞泥球一样容易 你们幼时也太变态了吧 历天不得不服气 不远处 一群八九岁大的野孩呼啸而来 从一座山崖拉着藤蔓跳到了另一座 比猿猴还矫健 这帮孩子如飞一样 攀岩月树快速到了眼前 有蓬肉吃了 还有胶肉 真是太好了 一声大吼 群山抖动 一只庞然大雾横空而过 在地上投下大片的阴影 那是一头如苍龙一样的可怕存在 但却生有一对翅膀 鳞片密布 每片翅膀都能盖住一座山 历天差点将手中的那坛老酒扔在地上 这是什么怪物 太恐怖了 也一息 也一阵惊悚 好恐怖的气息 这头生灵当时有几人可敌 就是叶凡叶变了颜色 盯着天空正正出身 虽然此地跟史前一样 有各种异种古琴怪兽 但这头过于强大 让他都有些发毛 不用担心 这是我蛮族部落的一头守护兽 是上代老族长亲手养大的 他虽然不是真正的苍龙 但是却流淌有苍龙血 如今活了3900岁了 一吼万山洞 恐怖无边 岁月无情 那位老族长早已作画2000年了 但是这头异兽却还活着 且气血鼎盛 没有老去的迹象 这个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守护神 是一个活着的传奇 妈的 隐天德那孙子敢追这里来 放苍龙 咬不死他 他开始四处穴 想看一看还有没有其他异兽 这个古部落真是太神秘了 竟有这样的可怕守护神 这要是带到北原去 那还不是横扫一大片呢 东方蛮 憨厚的笑了起来 你是不是在找守护兽啊 那里还有一头 他指向前方一个水塘 那里有一块黑不溜秋的大石头 能有几丈长 此时 正有几个蛮族壮汉 将一个大铁盆抬过去 里面放了很多烤好的蓬肉 喷香 吸人